什么是一个好艺人呢 大家觉得 就是肯定是引导上面 一定是要是好的 对向上的 就是因为你是荧幕前面的人的话 那肯定大家都在看着你 那别人就是在迷茫的时候 可能会因为你的一个笑容 或者是因为你做的一件事情 而说 那我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那这样就是对的 尤其当自己的受众 可能年龄比较小的时候 这个影响会尤其明显 责任很大我觉得是 但你会有这方面的压力吗 就是作为一个偶像 作为一个艺人 你所有的东西在被放在被注视后 其实很多在日常生活当中 有不上大雅的事情 但是放在艺人身上 它就是很严重的事 对吧 其实我们也观察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你自己会害怕吗 不会啊 我就觉得说这个也是在 在让自己越来越好的一个状态下面 对 因为本身就是能力越大 责任就越大 这个话是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知道的 嗯 孟臣你觉得呢 什么样的艺人是一个好艺人 我或者说他 哈哈哈哈 这个话题就大了 哈哈哈 在我看来就是嗯 就是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 依然 保持出新 被沉荒泼浪 然后保持出新 绽放光芒的艺人 就是好艺人 你是这样的艺人吗 我我 我 我觉得我还没有就是有达到那样的阅历吧 嗯 我还没有经历太多 嗯 因为毕竟 嗯 就是 进来也没有多久 然后我的这个高度也达不到我可以大起大落 哈哈哈哈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我的那个 我现在挺好 嗯 就做台里的一块砖 嗯 是 哪里需要哪里搬 是 可恶